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好灯光全亮了 要不然真恐怖啊 我们来看一下新闻站 大家好 我们是浩子谢新浩 我是阿翔 陈秉立 Yeah 浩子 你知不知道 好龙兵想要让阿扁保外就医 那就保外就医 可是这样懒得会生气 那就不要保外就医 但是这样懒得又会生气 那就保外就医 但这样懒得又开始生气了 那就不要保外就医 但是这样懒得又生气回来了 为什么一直在重复 不然我们问个先生好了 先生 先生 坐好 好香 你觉得阿扁要保外就医吗 我家出这么多加帥 你就要不要生气了 你不要生气了 我们唱一首歌给你听 带来这首 藍绿炒很久 好事长想要阻止 藍绿的耳朵 只是还没抚平伤口伤口 方而越来越懂 保外就医的遗体 还要炒多久 不如看个电视放手 我们帮你赶走有愁 唱完了 唱完了 我车来了 我先去煮手 通气派 我们看看 鬼月怪事多 刚刚开场 我竟然忘记自我介绍了 我是讲鬼大师司马忠元 恐怖 恐怖到了 绝点了 我们今天要讨论什么恐怖的事 就是好龙斌市长说 让阿扁把外就医了 就能抚平社会伤痕 你说这句话是太天真 还是有道理喔 哎哟 这是我讲鬼故事 这么多年以来 听过最恐怖的一句话 连鬼月的鬼都吓得躲起来了 因为这一番话可以说是超越鬼界 更超越蓝绿 到底司马 不是 到底好龙斌 这个超越蓝绿的举动 是不是恐怖 恐怖到了 绝点了 我们赶快来欢迎 第一位坐在恐怖位置的是 国民党的立委 罗斯雷 刚刚司马老师一直在问几点 现在9点04分 我想9点04分要来谈这件恐怖的事情 我觉得第一个要被吓到的 应该是我们马英九总统 至于郝龙斌 郝市长 为什么会说出这样子的话来 我想我们等一下可以 一一地分析给大家听 谢谢 好的 接下来要介绍是 前民进党的发言人 陈其迈先生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感谢这个节目 连三天请我来上 那是不是代表本人在讲话的时候 炮火犀利到大家捨不得转台 收视力是有起来的 所以呢今天我非常非常的感谢 你在鬼月才能来连三天 因为今天郝龙斌市长 郝龙斌市长他竟然在 郑南荣烈市他的这个自由巷 街牌典里讲了一句话 他说要让阿扁保外就医 还要成立一个专门的医疗小组 对他的身心灵都好好的检查 郝龙斌干得好 今天我看在你是一个汉子 我决定邀你入党 我们的入党申请书已经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了没 谢谢大家 真的是一句话说出来马上就有人为你擦屁股 不错哦 好接下来要介绍的是经典的卡通人物 安东尼加小甜甜 有一个女孩叫甜甜 从小生产的孤儿外 还有许多小朋友 想起上海又想念 这里的人情最温宽 这里的人们最河山 好像一个大家庭 大家都爱小甜甜 对 大家好 我这是人家人爱的小甜甜 大家好 我就是 卓冰老师 好的 今天为大家表演一个呢 橡皮筋的模式 那是两条橡皮筋 我们把这两条橡皮筋串在一起之后呢 用力一拉它是合在一起的 但是我一打开 没错 我是 我不是罗冰老师啦 不要乱讲啦 那你是小钟哥 disco disco good good disco disco good good 我不是小钟老师 你有老坛 我是安东尼 你是安东尼 我是你的男朋友 等一下 虽然说我们是民国六十年的卡通 但是我的安东尼 怎么变成你阿公 蛤 怎么会老那么多 你们以为安东尼年纪都会很轻吗 你好意思说 你看起来也好像晃很久了 他还比安东尼大三岁 我很年轻 我告诉你 你不要以为我真的年纪大 其实我年纪真的大了 那我脸上也有皱纹了 那你高兴了吧 你这样欺负到安东尼 你就高兴了吗 没有啦 那要不然这样子 我们来玩一个猜米好了 好 猜 快猜 你知不知道我阿小甜甜哪里最甜 嘴巴 臭 眼睛 臭 鼻子 臭 猜不到 那我要介绍 好 你介绍 就是我的脚最甜 为什么 有一个女孩叫甜甜 有一个女孩叫甜甜 这么夭壽的节目把脚扇出来 一再乱演我就打你 谢谢大家 好 这个六零年代的卡通 也是很呛 好 那我们今天讨论好市长说 让别人保外就医 就能抚平社会伤痕 你说这句话是有道理 还是太天真 我觉得台湾的社会 要想超越蓝绿 简直比鬼越撞鬼还恐怖 所以这个话根本就是鬼话 那我们要来问一下罗淑磊 他怎么来解读好市长的这番话 我想可能好市长 在那样的场合里面 我只能说他算是四面八方都有敌人在 算是被负受敌 或者是四面楚歌 那只有他一个国民党的在 其他都是民进党 他有没有可能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是不得已而为之呢 那他可以不讲 他也可以不讲 还是说他是想要塞呐呢 还是想在这样一个重要的 皆碑的仪式当中 向绿营输成呢 或者说是他想拉中间选民的选票呢 真的是要安排他2016年的总统之位呢 这个我们都还在未定之数 只是我们有多方的揣测 但是身为一个国民党的 这个台北的首善之区的市长 是不是应该说出这样的话 由他来抚平伤痕 他是什么 不要说卡什么 就是说 那是什么东西南北路 不能这样讲 就是说他是什么角度 他站在什么样的规格 来讲这句话 他如果说他今天是以市长的身份 来讲这句话 有没有说他是一个国民党籍的 市长的身份呢 还是说他是单单纯的 站在一个国民的立场 他就是郝隆斌来讲这件事情 他有没有立场呢 他的立场是什么 其实我是希望 他应该是觉得说 希望阿扁这件事情可以速审速捷 一直把他关在那边坐牢 他也是身心灵都饱受创伤 那这个没有办法 这是我们司法制度的问题 我们司法制度就是要误网误众 一定要务必彻查清楚 就像培伟 培伟那个时候 你知道益州刊的那个培伟 当时不是在说 小S他们什么吸毒趴吗 小S不是告他们吗 这个案子延宕了11年才定验 11年以后定验说培伟要关两个月 你说是不是 以这样子审案的速度 这么大的案子要审 可能要审到220年 所以我们只有期待 就司法上是在速审速决这一块 有没有可能做到 因为我们是 已经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我们不能够在任何的这个 审理案件上面有任何的疏失 所以我觉得郝隆斌他讲这句话 也没有错 他要先让我们 就算如果说审判的时间 要拖那么长 那我们是不是也先把阿扁的身心灵 都治好 再慢慢的折磨他呢 不是 然后呢 在一个清醒的状态下 他讲的话才不会有这个 就是身心不舒服的状态 被逼供的感觉嘛 那我们也要来分析一下说 阿扁到底过的这个情况 到底是不是真的很不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十二大优惠的条件这样可以吗 我想委员你如果不反对 我可不可以把它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好不好 比方说我们先来看 这个 他第一个 全年可以洗热水澡 全年都洗热水澡 平常大概在规定的话 一周只能 一般的搜集人只能洗两次 那专属的单人书房 每天可以在自己的 这个书房里面看书写作 第三个 放空的时间多一倍 平常人大概是半个小时 他每天因为要运动 顾及他是这个 以前卸任的元首 所以说他有一个小时放空的时间 可以投稿写专栏 他可以随便写专栏 他甚至可以出书都没有问题 借户就医免除刑具 借具都把它除掉 没有问题 借户就医呢 医院可以换医院 一般来讲都是桃园这个 省力的鼠立医院 那现在呢 他可以随便指定长庚 这都可以啊 是不是 第七项 智慧研医自选医师 他也可以选赵建民 也可以选他女儿 这个 这个 他的女儿这个 陈信仪 来帮他看 都可以 每周三次的接见 这很多耶 一般受刑人大概一次接见 都没有 你不要说一般受刑人 是不是 一般在外面的老百姓 一个礼拜见爸妈三次 可能都没有 都见不到 是不是 你现在是赞成我的意见 还是怎样 不是 不是 我只是讲社会现象 第九 奔商的时候不带刑具 这也是人道考量 第十 每天早晚凉血压 你不要说他早晚 郭子贤跟台资源 他没有早晚凉血压 他有一天凉到 都180的笑到一跳 是不是 这个以前总统府 资政孙印贤先生 就有讲过 平常要凉蟹牙 是啊 你看 第十一 每周一次打电话给家人 这个已经是 每周一次打电话给家人 这已经是孙叔叔讲的 每天打个电话回家了 第十二 刻意安排相处得来的室友 我特别 北间特别找了一位 在银行界服务的朋友 可能换了一些什么案件 他比较个性温和的 跟他住在一起 还可以聊天 对不对 所以我想在这个方面 应该都有做到人道的处理 至于保外就医这件事情 我想你是医生 对不对 你是不是你有医学的背景 你也可以稍微讲一下 他到底有没有评估出来 我觉得还是要交给 这个正式的医疗团队 来做评估 你有没有意见 所以我讲的是说 现在他的身体的状况 这个膝漏的状况 这个医生是看得出来的 看不出来的是心理 所以这个郝龙斌 他讲的一句话很对 他说要成立一个专业的团队 就身心灵统一来做 因为心灵的创伤 你没有办法说 我给你吃一颗药 吃两颗药 吃三颗药 我们要不要干脆盖一个 专业的医院好了 也不要成立团队 不用不用 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团队 进去监牢里面 然后帮他好好的检查检查 这样也OK 重点是要让他治好 那要不要再成立一个 真正好的命理团队 讨楼牌也算一下 然后再帮他那个 星座什么都算一下 你看怎样 建议他改名 可以找浦阳居士 改一下名字 因为改完以后 会像安欣雅 袁爱辉一样 就变好了 好 这个两个讨论得非常热烈 希望鬼月 可以说冷淡的这个月份 能够炒出一份气氛来 待会我们再来讨论 进广告